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去年8月24号,亚马逊重大利好 亚马逊红人平台正式上线 其实吧,各位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电商巨头与社交平台的融合趋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繁荣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各种社交工具所包围 流量有限,却又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入口 在这种形式下,急切地寻求社交突破口的亚马逊当然也不会放过了 在说这个红人平台推广前,分享一个知识点给大家 那就是中国在上周五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包括美 哦,日等76个成员国发起的电子商务多便携一谈 这意味着跨境电商将不再是一个游离在传统跨境进出口贸易之外的边缘外贸形式 而是一个全新的趋势性的全球跨国贸易模式 好了,接下来可以直接切入主题一 你是否苦恼,怎么让店铺被更多的人熟悉 你或是有了好的产品不知道怎么推广呢 大家做站外推广时都应该可以认识到 站外推广的流量有二大来源 即广告流量和红人流量 广告流量并不难理解 花钱就可以做了 但是效果不见得很好 而红人流量主要来自于每个红人自带的粉丝群和自己的目标客户群是否吻合 如果是,那么效果将会非常好 今天佩佩就来说一下其中一样 红人流量二亚马逊定义的红人是谁 来自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的红人来自Buffet,纽约时报,商业透析等行业领军杂志的作家品牌创意者 摄影师,摄像师,图片设计师等覆盖哪些国家 暂时仅开放 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四个国家 他们如何选择产品 在亚马逊 对红人们不会太多的限制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希望推广的产品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或者是自己的亚马逊红人店铺的页面上 红人们如何赚钱 如果买家在点击红人在亚马逊的店铺链接后 24小时内购买产品 想管红人将可以从亚马逊获得用金 用金比例如下 亚马逊自营品牌 Overbrand 10%家具类目 8%服装珠宝鞋 7%玩具 33%不知道小伙伴们对这个红人计划的了解有多深 佩佩了解到的从数量而言 亚马逊的红人计划至今已经吸引了上万红人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亚马逊推荐的评论人数量1万 这些红人大部分的水平都高于亚马逊现有测评师 而且他们更愿意提供更加原创 精品的评论内容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这一个推广呢 大家需要尽可能通过品牌备案 并联系自己的亚马逊账户经理 开通亚马逊消费者洞察报告功能 根据报告内容进行Facebook和Google的投放 做好多渠道引流 当粉丝页建立之后 需要增加粉丝量 可以在卖家平台 加入Facebook插件 也可以在产品的包装上面添加扫码关注 与其自己在站外找红人 不如直接找到亚马逊合作的红人 因为红人也有自己的圈子 如果合作效果不错 可以让红人介绍更多的网红为你的产品推广 红人转发给红人 也可以产生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需要注意的一个技巧就是 越负责的红人 效果往往比较好 要找对粉丝负责的红人 感谢观看